要走日系风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日系女生一个必杀技你知道是什么吗 日系的小姑娘都会假假的 是因为你这个人太简单白痴了 但是你会觉得她很可爱吗 我也很可爱 虽然我今天感冒 但是我还会出去为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叫假假的女生 你快给我出去 是冰了 大家好 我是FHVOTIA李雨琪 欢迎大家收看上流社会 那现如今呢 二次元文化真的是越来越受欢迎了 特别是以90后以00后为止的群体 那么我们受着二次元文化的影响 在日常生活中呢 无论是追星追剧追潮流 都是越来越喜欢日系的文化了 其实呢 今天我在这里是以主持人的身份 与大家见面 所以我请来了 FHVOTIA的三位成员 欢迎你们 嗨 嗨 大家好 我们都是 FHVOTIA 嗨 大家好 我是张语格 大家好 我是莫莫 火海 大家好 我是萧玲 大家好 我是萧玲 大家好 我是萧玲 萧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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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为什么要请你们来呢 就是想和你们讨论一下 日系文化的创意风格 因为在我看来嘛 你们不管是曾经还是现在都喜欢过日系的创意风格 对 那其实你们自己创意风格是没有呢 平时大家都是很偏爱日系的打扮 所以平时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都会互相讨论这件事 而且其实我私底下也挺喜欢那种日系风格的 我觉得特别的甜美 可爱 适合我们 一点也不适合你 那这样看来好像日系风格很有特点呢 那为什么你们会喜欢日系的风格呢 其实像我的话因为自己是个动漫游戏宅 你们不觉得其实很多的服饰来说的话 其实动漫里面的服饰和现实中的日系的服饰 其实是有一定的共通性的 我是觉得就是日系的复古风格特别的可爱 然后就是它的就是蕾丝边的设计啊 还有那种复杂的那种针角的设计 都非常的就是高贵和典雅 然后像那种时期的洛克所风格 是因为你这个人太简单搭车了 所以需要那些复杂的来参加你的内涵 提醒你 对 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童话故事嘛 就很向往那些小公主风 就比较说 你就是小公主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各位姐姐 然后就是很小的时候 就很想穿那种蕾色连衣裙 白色的高童袜 还有那种粉色的高童鞋 就穿起来 就觉得少女心爆棚 感觉这你们真的很专业呢 那我想问一下 日系风格和韩系风格 你们该怎么区分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日系风格 第一个主流的印象应该就是 罗莉塔风那种很少女的卡哇伊 可爱 所以大家经常会看到一些什么蕾丝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的 对有一些防水台的一些鞋子啊 颜色的话就比较偏向于什么马卡龙色 所以很少女很少女的颜色 是 然后呢我觉得韩系 反而就是比较简单大方 然后它的颜色也是主要是 黑白灰这样子 然后显得人很有气质 我觉得韩系的风格的话就是 它的衣服虽然非常的简单 但是就显得特别有的气场 而且日系的风格就是 你看起来就是那种甜美可爱的 而且它的那个颜色 颜色啊或者款式啊都是非常可爱的 嗯 它有亲和意的 那我觉得呢 其实要走日系风格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有没有什么小细节需要注意的呢 其实我觉得相比起韩系刚刚说的简洁来说的话 日系的风格更具有层次感 它在搭配上可能就会选择比较多重的搭配 比如说你有时候穿一条长裙 可能你就会搭一个小的真挚的外套 或者选择一些长款的一些项链啊 这些来增加它的层次感 嗯 而且日式的装扮呢 非常注重的一点就是混搭 就是为了避免你这一套就是太过甜美 或者是太过中性 如果说你穿了一套就是很可爱的 蕾丝小连衣裙啊 你可以搭配一个很硬气的牛仔外套 来就是让它中和一下 因为日系主打就是甜美可爱嘛 啊 所以就每个细节都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袜子是其中的 最重要的之一 因为你可以根据你裙子的长短 然后来搭配你的美色短袜 或者过期的长袜 都会显得非常可爱 嗯 大家真的都很有心得呢 那有没有什么就是穿搭的小技巧 或者是你们平常穿什么牌子的衣服 我相信大家都很希望知道这个牌子品牌 因为我们可以买同款 其实很多喜欢日系风格的女生 都是比较小个子的 那小个子的话 就很希望自己能腿长啊 所以在穿搭方面就会提升自己的腰线 就比如说会选择一些高腰的服务 就一些高腰的搭配 比如说Zidal有一款南瓜裤 就超级可爱 就南瓜裤 然后它是高腰的 然后成型叠叠叠 就显得又可爱 但是你的腿又很长 所以平时还会选择一些 比较高腰的一些年衣裙啊 而且高腰的衣服很凸显身材 然后我们成员呢 我看他们经常买的有什么 Lily Brown 还有Duffling 还有Rose Bullet 然后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常买的品牌 我觉得都很好看 然后对于日式女生一个 必杀季你知道是什么吗 嗯 就是冬天裸腿 哦 就是 就是宝宝 虽然大家很冷 但是你光着腿呢 就会给大家很可爱的感觉 如果你非常非常怕冷了 你就可以穿一条很有质感的肉色丝袜 就是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那除了服装上的东西之外呢 还有呢 其他东西可以增添更多的日系甜美呢 其实我觉得发型就很重要啊 嗯 因为之前我抛弃了我自己的刘海 然后变成中分之后 就会变得比较强势 但是呢 又要想要甜美怎么办呢 你就会加一个双马尾啊 对吧 或者呢 那像孔超银这样子的人呢 就强行给自己增添了一个空气流海 其实空气流海 真的是非常简秘 又非常甜美的一个神器 我要说的呢 是日系的妆容 日系的妆容 其实是很有特点的 而且是区别与含血妆容的 嗯 我平时就会选用 哑光的粉底 然后带一些比较混血系的美瞳 然后嘴唇呢 也是那种粉色的 blingbling的感觉 这样就比较偏日系甜美系 虽然我觉得你们两个说的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日系的小姑娘都会 假假的有没有 就是说话都会很温柔 你先说一个假假的声音出来 虽然我今天感冒 但是我还会出去 为大家展示一下 什么叫假假的女朋友 我们一起加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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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加油 我觉得其实只要 由泪而外散发出那种 小女生特有的那种 小女生感就好了 那刚刚回来的撒娇呢 真的是非常的俗心呢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去一个 有关于撒娇的游戏了 哇 给点反应行吗 好棒啊 对啊 大家都知道女生撒娇呢 是男生最受不了的 那我也这么认同的 那日系女生呢 更是撒娇之王 接下来我们这个游戏 就是关于撒娇的 首先呢 你们要一个男朋友 就是我 那我们就在逛街 那逛街呢 你们要求我给你们买包 因为撒娇嘛 男朋友给我买买包好不好 然后你们三个呢 谁成功让我给他买包了 就是最大的赢家 人家最近其实看中了一个包包 啊 什么牌子呀 嗯 大概多少钱呢 在 嗯 12万左右吧 我知道你最爱我了 就一个包包嘛 好不好 行 明天我把自己卖了 就给你买 啊 最爱你了 谢谢 你猫 嘿 你看那个包很好看 嗯 一般吧 我觉得太适合你了 但是你不觉得她很可爱吗 嗯 可爱是可爱 不过我觉得 哪有你可爱啊 但是我觉得 我如果拿了她 会变得更可爱一点吧 你这样子 哇 真的 好爱啊 我觉得 是不是啊 嗯 但是 但是也没事啊 如果你觉得她不够可爱的话 那就不买了嘛 哥哥 嗯 嗯 你能给我买个包吗 哎 什么样的包啊 就买 就买那边那个 啊 那边那个啊 嗯 哎呦 我觉得那个包颜色不太好看 会说我最不喜欢 那 你如果给我买包的话呢 我这次考试就考满分 你们撒掉真的是让人受不了呢 但是我觉得你们今天的比赛呢 真的是不分高下 那么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不要更甜美一点哦 我们是 S.H.48 S.H.P.O.T.A. 時尚有放 樂想流行 大家好 我們是S.H.P.O.T.A. 歡迎收看上流社會 歡迎收看上流社會